好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女星杨秀慧昨天发文指控 在节目上遭到乃哥徐乃琳骂贱 而对此呢徐乃琳则解释说这是节目效果 对此呢杨秀慧只是在脸书上面透露心声 表示呢希望事情可以赶快过去 并不想要让父母担心 而且呢他也没有要徐乃琳道歉 表示真的不用 我不是什么咖我也承受不起 而他的贴文呢也遭到许多的蓝狗狗名人艺人涌入来留言安慰 杨秀慧26日在脸书发文表示 在录制节目天才匆匆匆时 遭到徐乃琳骂贱 因此决定再也不上该节目 而对此徐乃琳则解释是节目效果 当时杨秀慧在游戏中要回答有击这个音的词语 时间到了才反应过来说啊对贱贱贱 而徐乃琳则在旁边补了一句 你很贱的贱 担心被误会又转了一下说是很贱的贱 如此而已 而天才冲冲冲的制作单位也澄清 当天并没有刻意辱骂的状况 而杨秀慧在26日晚间再度与脸书发文 公开与媒体记者的对话内容 他强调希望事情可以赶快过去 父母一个90岁一个86岁了 不想要让他们担心 而在对话记录中杨秀慧也提到 他并没有要徐乃琳道歉 真的不用 我不是什么咖 我也承受不起 而天网也引发好友的关注以及支持 有资深的艺人陈美凤留言 秀秀抱抱表示安慰 而曾经的苦主唐从盛也表示 孝顺又敬业的秀慧姐身为女人 你辛苦了加油 而对此杨秀慧则是回应 谢谢你们 这起事件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更有网友到徐乃琳的脸书留言骂说 看到徐乃琳立刻转台太剑了 这个留言也惹怒了徐乃琳 让她亲上火线开炮网友 并且说她已经截好图准备开告 有网友质疑是为杨秀慧抱不平 到徐乃琳的脸书留言说 看到徐乃琳立刻转台太剑了 这个言论直接惹怒徐乃琳 她直接开炮说 你用字小心 我会告你 你滚出我的脸书 对此网友则是用嘲讽的口吻表示 只是做作效果 徐乃琳也没有客气 直言一个字滚 并说她已经截好图准备开告 另外徐乃琳晚上再次解释 新闻实在让国有太多的无奈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当天录影的内容以及情形 我自己都请制作单位 把当天的录影画面调出来了 我也仔细看了 单元内容是集中生智 不破摸刚好抽到了鸡这个音 有三位来宾一起作答 而杨秀慧是其中一位 有一位说剑龙 有一位说踢剑子 杨秀慧时间到了却答不出来 才反映说对对对 剑这个字 是可以这样说的 那这时徐乃琳在旁边补了一句 你很剑的剑 她说怕她误会 还特别转了一下 说是很剑的剑 就仅仅如此 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